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油画是跟廖基春老师学 还有国画是蒲昕渝老师跟林玉山 52年的时候我就出国留学去美国 去了又回来大概有16年的时间 第一个学校我的老师正好是一个教唤教授 我一去学校他就要我写个大字给他看 然后他讲了一句话影响我很大 他讲你们祖先不是有一句话说 Less is more 少就是多 所以我们常常国画里面留了很多空白 追求的好像是留给观赏者很多想象的空间 没有把它塞满 从小四五岁的时候就喜欢在地上乱涂模 可是到现在也是乱涂 也是涂涂模模 人家问我创作怎么样最近 我回想我好像一辈子没有创作 就是乱涂乱画 这态度好不好我不知道了 做学生的时候就是规规矩矩的做学生 那尤其到了美国以后呢天马行空一般的 那教授要求的就是你把心里面 所想的要表现的作品表现出来表达出来 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什么追求要做什么 也不想要把我的画放到美术馆去 现在套一句台湾的俗话就是说 好像我是宅男 每天在家就很满足 终究来讲就是没有追求任何 该结婚的时候结婚 该离开的时候离开 该独处的时候就独处 该画画的时候我也画得很开心 有时候不想画觉得很懒 有时候很久很久就提不起笔来 这也是常有的事情 我的画比较自由发挥 完全我的个性的表现 我鼓励人家说 乱画是成功的一半 不要怕 很多人因为怕老师啊 不敢画 不敢动笔 事实上训练胆子也是很重要的 但你就是不停地画 为什么画展有时候画一两百张 然后选个三五十张的展览 那个一定会有比较率性的东西 就是很自由发挥的东西 意想不到的东西 我已经76了 到现在变老顽童 小时候的小顽童 在乡下的时候 五六岁的时候 就是你把捏捏捏捏这个神像 然后在地上画菩萨这样子 我这里有四大天王 有十狮子 有那个古董 我就是很便宜的 这都是一千块左右的东西 这羊子才五百块 这种宋朝的碗都是很便宜的 五百块一个的 你这开脸啊 这个维陀 这有人说是文经的观光 一大堆一大堆的都丢在一边 以前认为我一直都画不好 都想丢掉它 我说以前怎么会画那么好 因为都是不经意的 然后我认为我要丢掉不好的话 我又感触到了 都是我以前走过来的 这是我的一个轨迹 就是每一个时期有每一个时期 不同的那个样子 所以我说我要是在天上看到会落泪 这个是我活着的时候的一个经历 每一笔都是我的经历 这一生我觉得很快乐 画画很快乐 不是为什么而画 有时候就是高兴起来画 有时候为了画展再敢画 一画就是好几十年这样子 真的要选择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